先听一下这个风声 可以想象那就是试电 这是垂直式风力发电机 制作比较简单 然后这是水平式风力发电机 仍然可以听到风声外加热车车的音乐声 这一集只讲风扇相对于风力发电机的影响 至于发电机的部分会稍微介绍一点 由于它口有计划性 要将家里用电改为大自然发电 如果减靠太阳能电板 大不了花一笔钱多买些电池就完成了 但发电机如果没有风力发电辅助 晚上可得小心电瓶的电用完了 再者你在制作风力发电机时 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能够一一迎刃而解 那才有成就感 这一集讲的是善业 这就是一个大学问了 这是电风扇用的善业 看不出角度 善业后大与些微的角度偏离 透过马达驱动可以产生让人凉爽的风 但反过来如果正面遇到风 它会旋转吗 当然会 但不会是我们要求的转速 所以这种善业不能用来作为风力发电机的善业 我见过同行的影片就是用这种善业 给他留眼见也好像 我也有一点多管闲事了 哈哈哈哈 再来看到这种六善业的风扇 同样也是使用在电风扇里 多善业与刚才的三善业有差别吗 有吧 但我不想去比较这个问题 重点是它同样不适合做风力发电机的风扇 这是从资源回收场买回来的价格10元 如果是熟悉的老板一毛钱都不收 我把夜扇角度稍微调整 让它从大约15度到20度调整到35度左右 因为这属于大善业 旋转起来有一定的高扭力驱动 也就是说难转的马达可以转得动 但相对的夜变大转速就不会快 因此这个发电机急速可以到48伏特 但它只能产生15伏特左右的电压 但这个电压已经足够充电到电瓶了 这种风扇通称荷兰式风扇 特点是扇叶多 高扭力可以驱动难转的马达 不过这是模型风扇材质 是珍珠板加波浪板 我做出来给大家参考 它的特点是只要轻微的风就可以转动 不过同样也有转速慢的问题 我特地把刚刚工业用的墙风扇移开 只用墙壁的壁扇里面大家看看 这样就可以达到6伏特左右了 如果用工业用风扇面对面吹 我有资金可以跑20伏特 不过可能会把这个风扇给吹散了 再来就是完成的了 这是6扇液风扇 虽然没有很精密的工具 但还是尽量完成 因为我使用的发电机马达 最高可达48伏特 我没必要这样的电压 所以采用6扇液 主要还是不需要太强的风就能转动 至于风速的定义 根据他口说法 长发皮肩的女子 微微吹起发丝 那是一级风 感觉已经需要绑马尾了 那是二级风 晒到床单随风飘扬 那是三级风 当年的市政府宣布停班停个时 差不多七级风 那时风扇跟尾翼就要拆下来了 还有风扇前端 我加了保特品前端的部分 这样可以导引气流到扇液 这个装置非常重要 可不要轻忽了 这种六叶扇风车 扇液稍稍宽宽大 每片角度我使用30度 我尝试45度 结果吃风吃的太前 所以扇液的角度可也是个学问 若是三角长腻 角度又不一样了 这一集主要介绍扇液 在日后的风力发电机制作时 扇液的部分我要快速强解了 不然影片可是会很长哦 抱怨的留言会更多 接下来介绍的风力发电机 这是将原本垂直式发电机改成水平式 因为垂直式转速截至目前为止 它口角尽脑汁还是不满意 很不满意而且非常不满意到几点 另外一点 这台网购的垂直式发电机标榜 可以达12伏特 测试结果最多9伏特 所以大家在购买发电机时 我会在制作偏特别叮咛 现在我把它改成水平式五夜扇 三夜采用的是三角夜扇 这时夜扇角度就不能太大 以免正面吃风的面积变小 末端较尖锐因此阻力小转速快 我在夜扇前端没有加保特瓶导流气 你们看一下获得的电压有多少 7.3伏特好像是极限楼 这次我在前端加上一个保特瓶前半段漏斗形状的部分 原先平面的部分会抵消风速 加上这个才会让速度加快 这是制作风扇时要注意的地方 我想很多人应该不会如此细心观察 再折 就算它能转到9伏特 也无法冲入12伏特的电瓶 所以它口还会接受整流气 升压器部分 连为什么发电机跟尾翼跟着风旋转的电线不打结 我也会告诉你 敬请期待哦 最后是这一集的最精华片 由于在离海边较远的地方风力不如海边 所以微风发电这方法 大口也在尝试 这是一个学校实验用的小马达 靠它运转也能产生电力 但夜扇仍是重要的关键 我用三夜扇三角翼来测试 哇塞它竟然可以达到1.3伏特左右 所以采用多个小马达串联起来就可以将电压相加 要注意串联跟变联是不一样的接法 我之所以会介绍这个 就是因为好几年前我就做过了 再来是这种玩具风扇 很明显前面一个圆形凹槽会增加风阻 转动时马达产生的电压应该不会很高 测试的结果连三伏特都不到 因此微风发电时这类风扇就不适合了 最后测试的是这种风扇 比刚刚好一点前段位突出的圆盘 放在电扇前面测试电压结果为5.5伏特左右 很明显还是三角翼比较实用 最难得一件的画面拍摄于2008年6月 当时TACO就已经开始玩太阳能电板 与微风发电的组合 零件当然都是拼凑出来的 在那个没有Google与YouTube的年代 很难想象我也搞出一个名堂 当时我取名为小龙夫种子工坊 自己驾站与经营拍卖网 这次TACO要完成的家庭重电了 在等待蔬菜与花会长大的同时 TACO一边重菜一边重电 这种小型的工作室可以产生无限的创意 目前台灯电落铁佛提小灯泡 风扇的用电在这里都是免费的 因为研究也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所以我不想一下子买那么多太阳冷电板与电瓶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吧 感谢这一集收看 我们再会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